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去搬个小板凳来 哎 没什么 就九月跟那个豆子吵了一架 好吧 它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昨天做月底了吗 哦 今天 今天月底 月底要充分嘛 要打国服 大家都很急躁嘛 好吧 那属于豆子就比较早的安全区了 然后呢 九月 我忘记豆子跟九月是不是 豆子跟酷鞋是不是排到一队了 反正 酷鞋一定是在 一定在九月对面 好吧 九月集啊 酷鞋玩了一首关羽 一波绕后 踩五个 推五个 一刀 就一波推五个把它推崩了 一刀还抢掉大龙 想想这个画面 九月在 九月在打野 然后酷鞋一波操作 把九月砍得凹凹脚 怎么回事 啊 刷马打W的时候 王阿古朵 感觉你这个关羽没这么猛啊 啊 怎么一打巅峰赛 一打巅峰赛 你在对面 你就给我来一 来一首S组 S组第一战鞭是吧 我看这个段子还是别人编的啊 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了什么 就是说 他队友的时候 就感觉操作不出来 怎么一到对面 你就在S组编路是吧 然后倒着呢 旁边就 说了吧 哇 孩子兄弟了解兄弟啊 他估计说这个话的时候 然后另一刀已经下来了 前面一波是推了四五个 分割了一波战场 把他们分死了 然后再反手 正向一批 大龙眉了 然后豆子说的那一句 有个什么 孩子兄弟了解兄弟啊 哈哈哈哈 因为豆子他在安全区了 他已经2500分了 他这个月的国服都全部稳了 然后他在旁边说了一句 如果九月气得是嗷嗷乱叫 哈哈 然后后面就变成小学生罢架了吧 好吧 然后后面就垃圾化了 就前面两句 你菜你菜 他菜他菜 然后就开始了 然后你说豆呢 豆呢 怼得过九月 九月人间大喇叭 哈哈 哈哈哈哈 李梦在后面在干嘛呢 李梦在陪他的小兔兔 然后一看这个情况不妙啊 就没出来了 他就继续跟他的兔子玩 李梦没得到安抚 只是我说 好吧 只是我说他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 我还是得打个电话 我想来想去 这应该是个小事 但我觉得不太行 还是得打 还是得打 叫他们打个电话 聊一聊 聊一聊 要整治一下记忆 好吧 然后我感觉我就想了半天 我该怎么说他们 我直接去怼他们两个也行 但又不太好 然后就直接先 我打电话 我先 这个操作还是有点技巧的 我发现我活了这么多年 没白活 灵光一闪 我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们几个全部过来开会 开会我第一件做的事情 我不是说九月 也不是说豆子 我先把西河跟酷鞋怼了一遍 好不好 我说西河酷鞋呢 你在干嘛 他们两个肯定一头问好 不是 是他们两个吵架 为什么 为什么不停地找我们俩 哈哈 然后我把他们怼了一怼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 坐在你们对面的是你们的队友 是吧 我说的会比较严肃一点 我很严肃地说 不是像现在西河下脸的说的 然后我就非常严肃地怼他们两个 我说你们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对面两个是你的队友 你的队友在吵架里 劝架 你们就当吃瓜群众搁着看是吧 然后就疯狂说出他们两个 但事实也是如此 不行啊 你的队友在旁边吵 你不拉架 他们两个吵不就是因为你们两个 你们几个人在吗 对不对 不然他们两个会这样吵嘛 对不对 他很多时候吵架 他不是说吵给对面看的 他有的是吵对面 就是不是我跟你之间吵架 我们被架着不停地吵是因为 对面的围观的群众太多了 你懂我意思吧 然后这个还是 所以说你在路上 你在路上碰到吵架的 你基本上就直接走就行了 你不要盯着看 你盯着看 那两个人永无止境地在吵 你相反 所有人散开了 那两个人就不吵 这是实话 是不是 懂这个道理吧 然后我就说他们两个 我说你们不圈架 你们就给他看着 然后他们觉得 嗯 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我说你这队友吵架了 你们两个人看着不好吧 然后下次吵架怎么办 我们回去劝架了 我说好 那行 后来我先把他们输出了 大概十分钟吧 那两个就不好意思了 对吧 我们两个吵架 怎么把酷鞋跟锡壳说了一顿 两个人自觉的 就很不好意思了吧 这小法不就达到了吗 对吧 我说那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我说我不想听你们原因 我也不想听你们 我不想听你们任何解释 你们两个对喷起来就不对 然后说什么来着 然后我说你们两个 我当时也很气嘛 他们总是这样吵不好 我之前也说过 因为他们之前最早来俱乐部的时候特别容易吵架 最早来俱乐部的时候之前 之前一些陋习吧 对吧 最早一年前 刚好也可以回忆一年前 一年前来俱乐部的时候 就感觉有点 有点不太懂规矩 他动不动就满嘴脏话 然后就要全儿教育他们 好吧 因为全儿他东北的 对吧 好 你怎么能 然后他们觉得小孩子全儿要比他凶 所以当时就比较 就把俱乐部的这个规矩给他立好了 大家就不说脏话了 全儿 但后来没办 后来又开始了 因为全给他们熟了嘛 熟了他就不会 就没有那么怕了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 就跟他们讲那个 嗯 叫什么来着 嗯 我说你们要吵可以 因为队友之间 男生之间 你吵架很正常 对吧 谁没个上头的时候呢 要吵就吵嘛 我说你们吵够啊 我说你们 我说你们任何人 你们想吵OK 你们去那个房间里面吵 骂 骂一晚上 骂累了你再出来 你们两个就对着喷 好吧 我说你们等一下 如果想喷的话把我拉进来 我听一下你们两个怎么对喷的 你们喷够了再说 喷够了 一晚上别睡觉 喷够啊 就喷到你们两个累了 你们喷到了 就是你们两个能手牵手出来 这个事就算了 你们喷不到这一步 你们不要跟我 不要停 今天我就陪着你们都别睡了 我很早的时候跟他们这样讲过 我说你们两个 你们队友只要对骂的话 你们骂 骂够 骂到最后你们必须自己 有个解决方案 你们要手拉手 手拉手拍张照片 给我讲你们和好了 你们可以对骂 不然的话 没这种前提 不许对骂 好吧 然后我就说行 那你们现在等一下 你们两个就去 单独去小黑屋 你们就随便聊 随便骂 骂到最后 你们拍张照片出来 你们手拉手 拍张照片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翻篇了 就行了 哈哈 哈哈 后来不就 后来他们不就没有手牵手了吗 然后那个领队 MK K哥 K哥 我们现在这个经理是K哥 然后就让他们就 是吧 两个人最后不仅握手了 还拥抱了 就和好了吧 整体的事情这样 后来我又跟大家又讲了一下 这种说脏话不好的问题 就是 人呢 他一般 肯定有愤怒的时候 但是你愤怒的时候 你一般 就口无遮拦了 你就疯狂骂的时候 你就 像一头猛兽一样的 这个 关不住了 人最可怕的时候 就是情绪失控嘛 你一边情绪失控 一边嘴上面不停地 就那就 什么 CNM呢 什么 只要带M的 然后不停地怼 不停地怼 这个就像一个 催化剂一样的 就让你这个愤怒 永远压不下来 我就觉得你们不应该说脏话 好吧 最后呢 就把这些造势者 全部拉在一起 旁边没讲话的 各罚八百 造势者罚一千 全部交给领队全 作为这种 他们这个吃饭 叫外卖 还是团建的活动费用了吧 好吧 他们那个年纪 说脏话 一说肯定就是 多少会知道的 但是你这 那你这种东西挂嘴边 不太好 是吧 任由情绪到处乱飘 很难受的 兄弟们 林梦 林梦我 林梦我先夸了他一句 我说 我说林梦 林梦最大 这个事我不怪他 我说 他因为他在后面 我相信 我相信林梦 如果再长的话 他一定会劝价的 后来告诉我 他在后面玩的屋子 啊我的天 你梦就没法了 漏了 可恶 梦你说的对 好吧 整体的只有这么个事 也没什么大事 挺逗的 后来跟 跟他们聊了 谈了一下心 谈了一下心 都压力挺大的 兄弟们 都压力挺大的 好吧 那说完了吧 好吧兄弟们 吃瓜吃完了吧 谁搞得壮啊 教练什么都在 林队 MK MK谁 就是你经常会看到 当时不是有活动现场 很帅的一个帅哥 不知道吧 风君也在 一门和迷路好像在旁边 他们不在桌上 在旁边吃东西还是干嘛的 大教还劝价了 是啊 大教劝价了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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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谁和谁打起来了 你有毛病吗 不讲了啊不讲了 这越传越歪 小朋友吵架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